我個人做了一個算Side Project 那覺得他做了過程蠻有趣的 所以就上來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先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David John 那我是Linternetworks的後端工程師 我同事也是CubeNMid 然後也做一些DevOps 然後我們今天要講的這個東西是 不知道大家看了我們今天的提綱嗎 就是我做了一個東西叫做 七龍珠的Scout 戰鬥力分析器 有這邊在場沒有看過七龍珠的方便學手嗎? 沒有看過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戰鬥力分析器是什麼東西 OK 所以我們就簡單 就是我們在 我跟我同事在一天的宵夜團中 我們就在聊褐色話 我們就想說我們應該做個有趣的東西 然後來講Ghost Cup 所以我們就 那時候我們就有人就提到 七龍珠有一個戰鬥力分析器 感覺可以來做我們來做 所以今天我們就跟大家講這個東西 好 那這張圖大家如果有看過應該就知道他在講什麼 首先我們先來Live demo一下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東西 簡單來說就是七龍珠 他在賽亞人來到地球 他們眼中在帶一個戰鬥力的探測器 然後我們試圖把這個探測器做出來 那因為我這個App是寫到我手機上面 所以我把我手機的螢幕投到電腦邊 然後這個App是用問題寫的 他打開來大概長這個樣子 所以如果照我的臉的話 他應該會有Contry跟選擇 簡單來說就是做了一個這樣的東西 OK OK 然後有人台下要試看看嗎 他玩到 借我試一下 因為我沒有試過其他人 不好意思 他吸口是不是來 這樣有嗎 沒有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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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錯 太遠 不能太遠 我要看你來 這樣有嗎 好 麻煩 然後可以上一次嗎 不好意思 我再來一次 因為這實在很好玩 我一定要讓大家看一下 哈哈 好酷 來揪手一下 那我爆氣的話他會解釋嗎 不會 不會 好像不認真 抱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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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改變 他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 好吧 欸 少我就有 少我就沒有 為什麼 因為你戰鬥力比較低 我也是不能否認 好 Anyway 這只是一個人在Live Demo 就是我們做了一個這樣的東西 那再來就是要跟大家講說 這個東西後面到底是在搞什麼東西 我先回到頭一片 OK 其實大家簡單想一下應該就 喔 大家給互不去這張圖片 簡單講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東西 你說剛才那個APP是怎麼做的 就是 他APP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他掃一張臉 用CAMERA去掃一個人 然後他找到那個人的臉 然後他就讀出那個人的 呃... Github上面的contribution 跟 repo數啊 計時的數量 follower數之類的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東西呢 大家來到Costco是覺得好像身邊有一個很厲害的人 但是 又不認得那個人 那我們希望之後做這個東西 然後就掃他臉的知道 哇 大大 兩鬆膝一軟就跪下去 那如果是 如果是掃不出來 那就可以 就可以 不知道是誰 就是 這種做來玩玩的東西 然後所以今天 這個東西要做出來有幾個要做的東西 第一個你要做一點簡單的data mining 那我等一下會講 這到底是賣什麼東西 再來就是 比較合行的就是人臉辨識 跟detection 跟recognition 的東西 OK 首先是我們的 這整個的架構大概長這樣 首先你要先拿到你的data 也就是說你要掃人臉 然後獲得 contribution 這件這個user story 你要完成的話 首先你要拿到 人臉加上contribution 這兩個data 可以結合的地方 那我們那時候想的就是github 對 很直覺就是想要接github的API 因為github的API 大家都有 大家的頭像 然後也有 大家的contribution的數目 follow的數目 全部都在透過github的API都可以拿到 好我們就接github的API 把人臉跟 他的user的data 拉下來 這樣這個data的事情就解決了 再來第二步就是做的就是 Face Recognition Face Recognition 其實就是 其實有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 你要先從你的 一張圖裡面 找出哪個部位是臉 然後第二件事是 把這個臉 放到後端的Server 去算說 這個臉是 誰的臉 所以這邊其實有兩件事 OK 再來第三步當然就是 我們為了 serve 我們的APP 我們就做了一個API Server 這API Server後面有 Database Database裡面 我們剛才從DataHub 這邊拉下來的 臉的資料 加上contribution 那些user的data 那我們這邊用 Python的flags 跟PyMongo 簡單拉一下 OK 然後最後前段APP 就是 我們是用Unity做的 Unity它整合了 iOS的webcam 所以你可以很輕鬆 就會把這些東西 接上來 然後你想要做為一些 比較花俏功能 你可以透過Unity去做 例如說我之前有做 就是這個 這個APP之前 本來有做一個 眼睛會發出雷射的AR 但因為它真的很醜 而且它其實不完全是我寫 是參考人家code寫 所以我今天就沒有放上來 但是如果要做的話是可以的 或是你要讓你的螢幕出現皮卡丘 之類的功能 就是Unity都做得到 這是整個架構 那我們先開始講比較細部的東西 就是你要怎麼從Github上面 拿到userdata 跟它的臉 首先你要先接Github API Github API其實寫得非常的 應該說是非常的工整 所以你要接它其實非常的簡單 你就透過Github API 那因為我是寫go的工程師 所以我就用了goGithub的這個library 讓我可以接這個Github API的時候 比較輕鬆 所以我就寫了幾個miner 分別去載這些資料 那為什麼要分開寫不寫才行呢 因為Github它在處理這些userdata的時候 它其實是分不同的API的 什麼叫不同的API呢 首先第一個 UserFetch UserFetch 首先我要先知道 我要拿哪些user 因為大家可能 如果沒有常常在接API的話 可能不知道Github在全球的user 有多少 但我今天並不需要全球的user 我今天只要做CodeSubtable 我只需要台灣的user 所以我就會用了這個search API 把這些user條件定名到 就是你的location在台灣 你才會被這個 我的data裡面才會有你的資料 OK 所以這是我第一步 要先把narrowdown到 我需要的user的人數 那Github location在台灣的user 大概是14000名 OK 所以我們目標就是 再來就給我們把14000名的user資料拉下來 再來就是透過這個叫user的API 那這個API跟剛剛你的search API 就有一點不一樣 雖然它都是Github的API 所以我們就又另外寫了一個fetch 把這個user資料拉下來 所以再來第三步就是透過 剛剛從user拉下來的這件事 然後上面有一個 Evatar的URL位置 我們再把這個Evatar的JPG 抓下來 第四個是比較棘手的 就是Github它其實一直都沒有 有contribution的API 這是它的policy 它並沒有說 編輯這API說 我想要知道這個user 有時以來所有的contribution 它沒有這個API 所以我們就寫了另外一個past 去past什麼東西 那如果Github打開 自己的頭像下面有一個contribution 下面只有綠率的 就是所謂的綠率的 那一塊的HTML 我們就把它抓出來par 然後par出contribution的數量 OK 這是我們獲得data的四個tool OK 這四個data 如果這邊講一下 稍微有一點雷的地方 也不是雷 就是它有一些限制 首先是Github它有paging的限制 它為了它的server loading不要太大 它的社群API它有上限 如果你的社群條件太大 例如說我今天想要找全台灣 一萬四千名的user 它拉下來它只能顯示錢一千里 你就是說它的paging 其實是有limited的一千一千 那後面的一萬三它就跑不出來 這是Github的社群API的限制 那這個我們就要想辦法繞過這個限制 那繞過的方法就是 把我們的社群條件再下得更嚴謹一點 例如說我除了location在台灣之外 我這次先撈這個user創建的日期是 2008年的1月到2008年的2月 這樣 我就用一個一個batch 去把這些user分段拉下來 來迴避這個一千筆的這個限制 OK 再來是第二組是API的request數量的限制 這個github也是為了它的 維持它社群的文件 它其實有設這兩個限制 首先是你的社群API 你不能夠一分鐘不能有30筆query 那再來就是user的API 你一個小時不能有5萬筆query 那這個東西在你 在拉github的API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稍微有點麻煩 因為你就拉一拉拉之後 你就會超過那個限制 你的API就停掉 然後你的程式就會爆炸 或是就停在那邊移動 所以這邊又要寫timing跟ticker 讓你的程式可以在不超過 他這個rate的limiter的情形下 還能夠順利的 慢慢的把時間資料拉下來 那可是你後來想 你要拉一萬四千筆資料 如果你沒有做平行演算 那你就要用一個follow the loss 所以這邊又寫平行演算 然後加上go land的位庫 這邊還有平行演算的東西要做 讓你可以不要等三天 先把那一萬四千筆資料拉下來 可以讓你縮短到兩個小時之類的 這樣 OK 然後下面這個跟 這整份投影片完全沒有關係 是我畢業場演講的東西 OK 再來講face detection跟face recognition 這個東西 我本身並不是data scientist 也就是說我自己其實只熟後段的東西 並不熟臉部辨識的功能 所以我就想 可是我還是想做啊 那我就找了一個叫 這個叫 the world's simplest facial recognition API 這邊可以點檔案看一下 這個真的蠻厲害的 它是一個python-based的 臉部辨識的Library 大家有興趣可以直接來 直接google找 應該就 怎麼樣找應該是找 因為這個是最有名的 它的API非常的簡單 但是功能很強大 你要用這個API 你下的conment非常短 你就三堂conment 寫在你的python code裡面 你就可以拿到 就可以把你的臉的圖像 我們剛才載一堆 一萬多個人的臉 把他的臉塞到後面的API 他可以用這個API來辨識 這個人是不是你知道的人 或是他其實認不出來這個人 這個細部我們下一張都不會講 那我只是想說 如果大家從來沒有做過臉部辨識 但是很有興趣的話 歡迎來這個Github的 不是歡迎 這不是我的 就是務必來這個face recognition 這個report來看 這個report真的做得很好 對跟大家熱情推薦 然後我回到我的要講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用了這個 我的simplest facial recognition API 做這個face recognition 那要做的事情有什麼呢 我們手上有一堆user的頭像 那我們要把這些頭像 放到這個API中 讓它產生說 該怎麼講 你要讓這個API從每一張圖片拿到說 這個user頂部的特徵值 特徵值 後面原理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但我就是先 就我知道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拿到這個特徵值 特徵值可能是一串matrix 這個matrix 你再把這個人 對上這個matrix 放到一個更大的matrix裡面 那也就是說 你這邊有14000名 你放到一個高尾度的matrix裡面 你再去 叫這個API 去這整個 大matrix裡面找說 誒 我這個臉的特徵值 在哪個位置 然後你拿一張你不知道的臉 就是我們想要比對說 這個人是誰 這個臉是誰 這張位置的圖 再把它的特徵值拿出來 放到這個大的matrix裡面去找 它會找到一個最近距離的 已經現存的資料 那我們就猜測好 這兩個的特徵值是最接近的 我猜測這兩個人應該是同一個人 我們API就用這個方法的鍵 然後去辨識出 好應該是這個人 OK 這個是我們的 face detection跟face recognition 喔 detection部分其實也是非常單純 它是整在這個API中 就是說我只要給它 圖片 它就會告訴我 臉的部位在哪裡 那這個東西很重要 因為我並不希望把整張圖都變成 都拿去算identity 因為它會讓我的運算 就是速度會稍微慢一點 我只希望就是把臉放進去 OK 那這個也是用這個API做的 這個就是我剛才講的東西 那我剛才沒有接到這麼多影片 那我簡單再快速的複數一下 簡單來說 拿到臉 把臉從 把臉從這一堆圖片中 抽出來說這個部分身邊 然後用API 算出這個臉的特徵值 再來就是把特徵值 放到一個大的 高維的矩陣中 然後那個臉的特徵值大概在那裡 再來你要辨識的圖片拿過來 把這個辨識的圖片 拿到這個位置的特徵值 放到這個大的矩陣去比對 然後你就會比對到一個 距離最見近的一個值 那那個值因為是你已知的 所以你知道那是哪個user的特徵值 那我們就猜測這個位置的臉是這個user 然後這邊也簡單講一下API Server 為了接剛剛那個face recognition的library 我們這邊直接使用pizer寫了一個簡單的API Server 那這個API Server做的事情也非常單純 它只要吃一張臉的image 這個臉的image是從我手機的app端來的 比如說手機app傳給這個API Server一張臉 一張未知的臉 這個未知的臉 這個未知的臉 讓這個API Server 去透過剛剛那個library 拿到臉的部分跟特徵值 這個特徵值在後面的db 問說這個人是誰 然後既然問到這個人是誰 我們就知道這個人的contribution follow的數量 然後也是再回傳到那個app 這個是API Server做的事情 整個完整的workflow大概長這樣 這個表格有點歪掉 它簡單的流程是從左到右 也就是說從我們的app端的camera進來 它是一個video stream 那video stream 我這邊並沒有直接去處理video stream 我是用透過一個opencb的library 把這個stream的frame 一張一張切下來 切成像一個圖片一樣 所以變成我app端會處理大量的 分散的一張一張的圖片 雖然它們看起來是連續合 其實我是當作一張一張的圖片來 一個一個frame來處理 那這個東西全部在app端處理掉 也就是說我用unity 搭配一些library在app端 把這個臉的image拿出來 那再來就是把這個臉的image送到API Server 送到API Server API Server有face recognition的API 它就可以辨識出這個user是誰 然後它除了滴滴拿到 我們想認得的這個user的資料 再回傳到前端的app端 然後把資料修出來 OK 這個是app所使用到的工具跟library 首先是unity 因為我本身並不是前端工程師 所以我就直接問你們前端工程師說 如果我要做一個有一點特效看起來很酷的 API要用什麼做 他說好那用unty啊 所以我就傻傻的直接用了unty 那我之前是不是完全沒用過 不過用的感覺覺得還不錯 就是它真的可以做出一些很酷的AR的特效 OK 然後opencp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這個東西是一個影像處理非常有名的library 應該如果大家有接觸到影像處理應該都會聽過這個library 簡單來說它把一些數學比較複雜的tool 跟演算法跟邏輯 它用一些比較簡單的工具 一些簡單的方式去包裝 讓你其實並不需要很深的 你不懂後面很深的數學模型 你還是可以處理 用數學的方式處理這些影像 那我是在app端用offxcp去處理我的影像 再來是deliver 這個是後面那個face recognitionAP 它所使用的 這個包含它的model tool跟演算法都在裡面 這三個東西 OK 那我們再來講一下unty app 就是我手機班做的哪些事情 首先就是當然我透過unty 讓我可以很輕鬆的取得我的tama 我並不需要做太多事情就可以拿到tama來的影像 再來是比較麻煩的事情 因為我再來想要做的是 就是把我的影像資料傳到後端 那這邊有幾個選擇 第一個是我直接把影像的串流 完整的塞到後端的API Server 那當然這個後果大家都可以想像 就我後端的API Server的東西會變很大 那網路的latency也會變成我的瓶頸 因為我如果整個串流用高解析度塞到後端的話 那我就變成是我要煩惱網路的事情 那我並不希望做這些事 所以我這邊盡可能的把app端能做多少事情 就盡量讓app端做 包括像剛才的第一次的影像處理 把影像串流變成image 變成image frame 跟找出人臉的部分 所以其實app端傳到後面 它只有傳人臉的部分 這樣就大大的減低後端API Server的loading 所以變成 反而變成我手機的loading比較大 這樣 那幸好我手機還在這裡 然後這邊它就只是要把API 發這個API 拿到API Server回傳的資料 OK 再來就是issue 要很誠實的跟大家說 其實這個app並不準 也就是說剛剛照我的臉 它 算有顯示contribution跟follow的數量 它看起來好像認對了 可是其實因為我照我自己 我自己知道那不是我的contribution的數量 我這邊要很誠實的跟它承認 其實它 也不是不準 就是正確機率不太高 簡單講就是這樣 那我這邊要跟大家講 特別提這件事是 因為這個東西不準的原因 其實講起來蠻有意思的 首先是 我們剛才講 台灣的使用者 GETR的使用者 location在台灣的約一萬四千人 第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大家的臉都不是臉 都不是人臉 你把一萬四千張圖片的性高 才會載下來 哇我好開心 我一萬四千張圖片 然後你塞到Facebook Detection的API上 然後可以說 裡面一大類窮都不是人臉 有小動物的 可愛的圖片的 或是嬰兒的 或是嬰兒還行 但有的是 就是 像素的 可愛的圖片 就 那你就想說 哇 GG 你其實只有三千張人臉可以用 OK 那可是這三千張人臉 又不是全部都可以用 它這三張人臉有什麼問題呢 如果大家點開自己的GitHub 然後去把自己的圖片展下來 然後去檢查它的解析度 你會發現那張圖片的解析度 非常非常的低 它只有十幾KB 它是一個壓縮過的JPG 那你就說 這個圖片當作我們的資料源 來做我們的人臉變成 其實是非常不夠的 再來就是 大家的GitHub的照片 如果是人臉的話 其實拍照都還蠻隨性的 有些是這樣 有些人就是 它雖然是人臉 可是它的角度 會 它不是整的 那也就是說 這個Face Detection API 它對於人臉的角度 以及光影的變化 其實是有一定的要求 如果你的臉的打光不一樣 它可能就會認得 這個可能是不同人的臉 那如果你的角度不一樣 那它可能完全就認不出 那是一張臉 OK 也就是說我們做這個專案 其實並沒有預料到 說我們拿到的Data會 這麼的不好使 那時候想的很理想 哇 這個比如說拿到人臉 然後拿到優勢之下 就解決了 沒有 它的這個App的底層 的Data是有問題 OK 這是它第一個 也是最致命的issue 讓我們整個App 做出來也算很好玩 可是它不准 第二個問題是 這個Facebook Condition API的Tuning 也就是說 如同我剛才講 我自己並不是Data Scientist 並不熟悉後面這整個 Race Detection的 例如說演算法 或是數學的模型 那些我其實不懂 那這個東西也可能導致說 我只是把圖片的side 就放到這個高位矩陣 如果沒有多做一些預處理的話 它放進去的位置 可能它跟其他人的距離分不太開 分不太開意思是什麼呢 我放我自己的臉進去 可是它算出來 反而是別人跟我的臉 距離比較近 那它就會吐別的臉給我 那這個東西其實是 很多地方可以去tune OK 再來就是第三點 就是我第一次寫Unity跟C-sharp 所以我Unity其實 的call後面是有一些問題的 所以它讓它在處理這個東西 它的效能並不太高 它並沒有辦法 那不過這個東西 後來並不會影響到那個 應該說第一點都把自整app擊敗 所以後面的就不是問題 OK 這是整個app的issue 好 那我以上是整個app的架構 那我想問大家對整個app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這樣講不清楚 OK 好 那我再來要繼續講就是 心路歷程的東西 這個東西也蠻有趣的 首先是左手邊 左邊是我們剛才講過說 有用到的 跟這個app有關係的技術 首先我們用golem寫了一些 去把GitHub API上面的資料拿下來 再來我們接了Python的APS Server 再來是我們用了face recognition的API 然後我們用Unity寫我們的app 那為了在app端處理影像圖片 我們用了opencp for unity 再來就是delive的shapepredictor 跟C-sharp C-sharp用到的點是 Unity的後面是C-sharp 所以我們也寫了這個東西 那右邊為什麼寫一個golem呢 這邊要跟大家講一個故事就是 左手邊是這個專案用到的技術 右手邊是我做這個專案之前 唯一會的東西 對 也就是說 我為了做這個專案 就是左邊全部都是新手 然後把這個專案抖起來 那想要跟大家講這個故事是 就是我在這個過程中發現一個 加速自己成長的一個分解禁板 就是說你要怎麼在一個月內 把這些你不會的東西學下來 對 其實我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分享這個 這個東西其實很好玩 大家記得我們這個專案是怎麼來的嗎 就是我們在跟同事的熱色話 就是說 Davy你去報個postcup 講個session 他說要講什麼 講那個啊 那個什麼 戰鬥力檢測系 他說什麼 我沒有做過 我也沒有做過 我後段工程師 我怎麼會那個 他說沒差你報你就會了 然後我報我就懂了 對 所以如果大家之後有什麼 這應該是想要 我想要用這個故事記憶大家 就是說如果你有不會的東西 你報個session就會 真的 很可怕 很可怕 也不是說很可怕 我覺得台灣社群其實很友善 就是你其實不用擔心說你會廢話 例如說大家常常看 這如果有場派跑力大的 你應該只能看到有利他來被我們爆炸 就是他 大家來說我告訴這些 deeply 但叫他對實體 的 他就散處 但是不好意思大家我demo 今天早上被我協手第一段 我就在 doświad 對 可是 底下有沒有可能很好心 底下那些社群人就會說 嗯 你自己是壞掉 嗯 然後我就 所以 你的社群 其實他們會給你很多正ied 回饋力 所以 如果你 fail了 不用擔心 觀眾只會更開心 這是我的經驗 對 所以 不要怕 去報 dificil Ghostcard會貼了,希望大家之後有機會講Meetup的話,就是踴躍殘俠,你就選一個自己有興趣的,成功了你真的賺到,你就多選個技術,那貼了大家就很開心,也是不錯,你的社群會給你很多回饋,我用這個故事鼓勵大家 這就是今天做完的心得,其實我自己很想做,但我其實一直沒有那個動力真正去做這些事情,直到後來我爆了Ghostcard了,我的動力就不是問題了 因為口罩給我好多動力啊,我就上禮拜就瘋狂的做這個狀態 再來就是我很感謝當初推空我的那個人,說你就爆Ghostcard了,你直接就回了 好,那關於這個狀態還有一點就是,這個狀態有點有趣的地方是,我剛才雖然講了那麼多的技術,可是其實用的都非常的淺 因為我自己不會,所以我選了最簡單的方法來達到我想做的目的,就整個人有辨識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就是試著在家裡做,這個狀態很值得你做 好像在自賣自花,其實我不想表達不是這個意思,我的意思是說,這個狀態並不會有很高深的技術門檻把你卡住 例如說人影辨識,如果你不是用剛才那個API,你用一些比較進階的API的話 你會跟一些數學model在奮鬥,你會跟一些局勢在奮鬥,那你會很痛苦 這個專案沒有用到那些東西,譬如說雖然你以我的角度而言,我只會寫一個gold 我那些幾乎不會,但是這個專案用到很淺,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照做 我相信你也可以克服中間遇到一些小小的挫折,那我把這個專案逗出來 這個是這個專案的小小的Review OK,我今天講的東西其實就只有這樣 然後如果大家對這個專案有興趣的話,我偷一片的講稿 以及原始碼,全部都放在GitHub上面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參考 那以上是我的分享,謝謝大家 那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嗎?有誰有問題的嗎? 還是有人對人臉辨識技術,就是比較準的人臉辨識技術有興趣 我們可以來換個影片什麼的 因為雖然我沒有在做,可是我們公司也有人在做 OK 那還是我們就先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的話,歡迎等一下到旁邊來 我們就是聊個天